投资美国房地产我应该等吗 等待那个完美的时机出现 然后我再一家伙下手 这是很多人会存在的一种思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为什么这种思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 它会让你损失很多很多的钱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岛 下一个问号 投资美国房地产 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如何获得一种方式 是亲自把每一个环节都尝试一遍 然而这样做的问题就在于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很高的试错成本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当然是有的 就是从有知识和经验的人那里直接学习 我的会员网站永明u.com 在这方面就可以给你提供价值 在那里我本人和其他专家 会用最详尽的方式 教你如何一步一步 成功的投资美国房地产 我们见过很多很多的人都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 哪怕是有一些经验的所谓专业的投资者 都会这样想 他们会想 现在不是一个好的入场时机 我应该等待 等待一个大的机会到来的时候 我在一家伙入场 平时呢我就做好准备 我把我的资金也准备好 把我的人脉也准备好 把我的各种知识也准备好 我把所有都准备好 然后我就等着那个时机 然后我去下手 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也许你有 也许你没有 但是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是有人持这样的想法的 那这种想法 它对不对呢 它是一种误区 误区在哪 三点原因 第一点 就是当你在等待的时候 你会错过很多很多好的机会 历史上反复的证明了这一点 你看在大约2003年的时候 就不断的有人在讲 现在房地产泡沫马上要崩了 大家都应该把房子卖了 变现撤出来 然后有些人真的就把房子卖了 卖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看到04 05 06 房价一直在涨 别人一直在赚钱 那他等了三年 坐不住了 在07年08年重新入场 接下来发生什么 你已经知道了 你想要去把握这个时机啊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不要想着总去把握时机 如果你再看一看网上的帖子 你去搜一搜就会发现成千上万的帖子 从2014年开始 每一年都有一些人说 明年房价要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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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4年说到2020年 它跌了吗 没有 但是如果你每一年都听这些人去讲的话 那你从2014年到2020年 这么长的时间 你都不要买房了 你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好的机会呢 你看你极少能够听到我来跟你说 现在不要买房 明年再买 明年是房价下跌的时候 或者哪一年房价下跌 我几乎是不会去做这样的预测的 我一直跟你讲的就是 不管现在市场情况如何 现在市场上有什么机会 你应该怎么做 抓住现在的机会 以及你应该为后来可能会出现的机会 怎样做好准备 我从来都是这么讲的 我从来不会说2020年房价要涨 2021年房价要跌 这种话题太无聊了 我是不会去做这些内容的 你需要做的是 每一天都在这个游戏当中 都在这个队伍当中 你不要等着哪一天开party 你再来 现在我们这个party 你就要加入进来 第二 你真的以为 你一直在party之外 等着 等开party那一天 然后你再进来 你就能抓住机会吗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发生 真的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时机 你也抓不住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让自己到一个准备好了的姿态 这有点像是什么 这有点像是钓鱼 你说我要等那个鱼游过来 我再下钩子 平时我的鱼钩一直都在水面以外的 那个鱼游过来 我再把钩子放下去 那你认为这样能钓得上鱼吗 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好时机出现的话 咱们说白了 也轮不到你 因为那些平时一直在投资 一直在操作的玩家 你以为他们不会比你有优势 比你老练 比你熟悉 比你知道怎么去搞这个事情吗 他们一定是会先抓住这些机会的 所以平时就要练习起来 就要锻炼起来 你必须在实践当中去积累自己的技能和经验 那么当一个大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才不会白白的错过 第三点 房地产投资 它就是一种关系的游戏 你必须要通过很多的人脉 很多的关系 才能当机会出现的时候稳稳的抓住它 这种关系不是说你平时什么都不干 只是跟人联系 跟人搞好关系就可以的 你搞不好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在做business 你必须要给别人能带来business 你才能够跟他形成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关系 形成一个信任的关系 他知道你是一个认真的投资者 你能够给他带来生意 那么当机会到来的时候 所有这些人才会配合你 如果你平时就不是一个玩家 你就没有在队伍当中 你指望说 我只是现在跟这个人认识一下 跟那个人认识一下 过几年 等到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合作 那个时候 可能真的 他们并不觉得你是一个 有经验的 一个认真的 一个可以合作的合作者 事情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给他们带来生意 你要给他们带来业务 持续的带来 那么将来你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个人每一天都在做房地产投资 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胆量 做90天的 美国土地投资观摩营 让我们的学员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我这一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有哪些进展 我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去解决的 现在我们已经更新了两个星期 应该说刚刚开了一个头 有学员就说 黄老师更新这些 他还有时间去做投资吗 事情是这样的 我所教的正是那些 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 就可以操作的投资 所以我才有这么多的时间 录这些视频 跟你分享这些内容 那更重要的是 也让大家看到 我是每天都在真正操作的 我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 我希望呢 今天这段视频 不是你看了以后 听了以后觉得 有道理 说的不错 然后把它关掉 就结束了 我希望它成为你行动的一个起点 你知道吗 每当有人跟我讲 你说的东西 缺少一些干货 你说的东西可能比较偏鸡汤 你知道鸡汤为什么 不起作用吗 是因为你没有把它拿来应用 你没有把它 拿来作为你行动的起点 如果你不行动的话 无所谓鸡汤和干货 是不是这样 我教你一堆的技术细节 你听完也就听完了 然后永远不会去做 那跟我讲鸡汤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今天这条视频 不要看完就完了 要成为你行动的起点 不要站在岸上去学游泳 你要跳到水里面 这个时候 当有大浪来的时候 当有机会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乘风破烂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所启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的频道